为了推广写书法的文化风气 草屯登营书院开设书法班 让来上课的长辈们学习不同的书法 书法赋予文质新的意义 使其不仅仅是传达讯息的工具 更是一种独特的美学表达 要去教这就要转 要转 大家据金会神仔细地按照字帖一笔一画 写得非常认真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大家也越来越进步 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 可以陶冶他们的心情 并解释更多的同好 来这里学习也是想说修身养性 看到那个老师他们写的那个字体 就让我那个心情就很快了 可以念字 然后呢在家里 就可以利用时间来学习 才不会让生活没趣这样 回家会很认真的写字 让我们的硬体字也变得漂亮了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来这边多多学习 会让我们增长很多智慧这样 先员廖直佑表示 朝屯登营书院不仅提倡 汉制古典式的交唱 同时也对于书法的延续不予以利 学员们年纪很跨老中轻 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实 也欢迎有兴趣的乡亲 一起参与学习 爱好就是一些古诗 还是说爱好我们书法 这些好朋友 可以在我们的诗音里面 来办理这些研习的活动 让我们这些好朋友 可以来参与 希望我们爱好 对古文学有兴趣的好朋友 可以来登营诗色报名 书法为中华文化 透过老师的讲解 加上认真的练习 学员们不只写得好 也写出兴趣 不只体现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还能够将书法文化 推广出去 记住黄韦伦草成真采访报道